在2020年東京殘疾人奧運會 香港運動員共取得兩銀三銅佳職 在獎牌榜中排行第68位 包括梁玉榮在硬地滾球BC4級個人賽取得一面銅牌 及後火柏劉慧欣和王君恆在硬地滾球BC4級雙人賽取得一面銀牌 珠文佳在羽毛球項目SH6取得一面銀牌 陳浩元在羽毛球項目WH2取得一面銅牌 17歲的新力軍王婷婷在女子乒乓球TT11級單打賽取得一面銅牌 今日凌晨1點多一行十多人的香港殘疾人奧運代表團成員報出接機大堂 其中在羽毛球項目取得一銀一銅的珠文佳及陳浩元 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殘障不代表做不到正常人做的事 希望透過今次東京殘疾人奧運會令更多人了解殘疾人士的辛酸 希望社會各界可以保持過去兩星期的熱誠 繼續支持殘疾運動員 他們一定會用好成績報答市民